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大米和鸡蛋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150克大米 倒入清水里清洗干净 然后浸泡3个小时以上 这样就泡好了 体积明显变大 然后控干水分装入盘中 再打入4个鸡蛋 然后放入料理机里 选择果酥剑打成米浆 再把打好的米浆倒入大碗中 加入4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溶解 再加入250克面粉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像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 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早上起来再准备一点配菜 胡萝卜先切片 再切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备用 我们的面也已经发好了 发好的面糊里面充满气泡 再把切好的配菜也加进来 再加15克使用油 加油做出来的饼不干也不硬 适量的胡椒粉一小勺盐 充分搅拌均匀 然后盖上再饧四分钟 电饼秤刷油先不用加热 然后把饧好的面糊也加进来 用勺子把表面抹均匀抹平整 再撒点熟芝麻点缀 既好看又增香 然后撒点使用油锁住水分 在盖上打开馅饼模式 闷四分钟 这里加了四个鸡蛋 面发的非常好 饼全部都鼓起来了 再给它放个秒 表面上再刷点使用油锁住水分 然后盖上再闷四分钟 哇好香啊 浓浓的葱花香 烙至两面金黄 饼微微鼓起 然后用铲子按压 有弹性不塌陷就已经熟了 再把它取出来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非常的松软 浓浓的大米香和葱花香 再把它切成小块 美味的大米鸡蛋饼就做好了 大米加鸡蛋这样做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 外皮有一点酥脆 浓浓的芝麻香 里面非常的松软 浓浓的大米葱花香 我们晚上把面糊调好 早上起来用它来做早餐也来得及 它的口感有蛋糕的松软 还有大米的劲道 越嚼越香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是早餐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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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